KK加速器,两种击飞方式,月卡仅需18元,800小时30元 嗯,大家好,那么今天这一局的话呢,我们带来的是这个 一把高端局啊,对阵的双方的分别是这个帝国三的高手MITO 和这个这边红色这个TOPCAN啊,TOPCAN曾经一度是达到了世界第二 有些时间是世界第一的这个分段 那么TOPCAN呢,一般用的这个民族是蒙古啊 我们可以看到蒙古这个民族的话呢 嗯,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这把蒙古要干嘛啊 这个很经典的一个TCRush这个战术 这么你可以看到啊,这个TOPCAN在开局的话呢,选择的是这个 起伐木场,五个农民伐木啊,然后呢,一个农民在踩这个 这个在打秧啊,这个地图,呃,这个对付蒙古的这个TCRush啊,一定要快啊 就是在这个家的这个附近啊,起一堆这个墙啊,防止对方的这个把建筑建下去了 它可以设你的建筑,但是不能设到你这个范,就是它不能到你这个范围里设你农民了 只要建好这个墙之后呢,呃,每个每个地方点一下啊,它这边是,这里是,这里点,每个都点了一下 稍微这个地方好像没有点啊,这里稍微的修,差几个啊,每个地方差一几个这个围墙 另外一边的话呢,我们看蒙古这边的话呢,是直接全体伐木啊,全体伐木 然后呢,起一个冰云 那这边,呃,这个 你看到啊,这边的话,在在这边也是起围墙啊,每个地方呢,都起一点 其实呢,是不需要建的啊,只要不,就算是不建也是可以挡住的啊,好像 所以说只要是有地基哈,你就可以了 那这边,对手呢,起了一个蒙古包啊 这也是,就是说帝国是蒙古,为什么这个tcrush这么厉害的原因啊 tcrush的,在帝国2里面也是很厉害的,但是呢,首先 蒙古的这个车啊,蒙古的这个,成人中心的这个车,它是 呃,移动速度很快,而且它是打包是免费的啊,所以它这个,它是可以无上移动的啊,不像这个帝国2里面,它需要以,就是拆掉再去建 第二呢,呃,它这个蒙古包,既可以伐木又可以,又可以那个,既可以伐木又可以,又可以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它既可以伐木又可以采食物,就它一个可以多用啊,所以说多用图的,很厉害 这边寒过来,杀了一个农民,杀了一个鹿啊,把一个鹿给打死了 但是呢,因为有这个木杀兰这边挡住啊,所以说呢,这个它起不了,它没办法再靠前起,成人中心啊 没办法再靠前起,成人中心了 那么这时候呢,呃,米头呢,直接起这个兵啊,准备防守 而另一边呢,这个成人中心对射啊,成人中心对射,两边的话都是没有助人啊,就在这里干对射啊 因为如果助人的话呢,两边都七千点血啊,要射得和年马越去 所以呢,这边呢,这个,呃,可,Top看啊,选择的是,直接的转这个 快弓啊,就是怎么打的,就是在这里起个鹿包,对吧,起个鹿包之后呢,就可以用石头 就是可以用鹿包的这个范围加成啊,这个给这个兵营呢,双倍出兵,对吧 双倍出兵的话,在前前是比较赚的,因为前期的话呢,双倍出兵是 第二个兵,相当于是第一个兵的食物的价格啊,所以说其实还是比较猛的 你看我们看到啊,这个双倍价格的第二个兵就是第一个兵的石头的价格 比如说第一个兵是60,15,20木头,第二个兵就是80石头啊 那前期其实是没什么用的,所以说,呃,这个抱,直接抱两个兵啊,效率会高很多 那这边的话,两边对起个箭塔,那么这波的话呢,没有什么,没有成功 那么很快的话呢,这边,啊,Top看的两个叉叉过来,看看能不能骚扰一下 双方的话呢,直接在黑暗时代就是干的是你死我活 这边,这个Top看的也是拼命踩木头,他要,可能是要再继续扫到塔 然后呢,后方的话呢,也是一直在出这个双倍的步兵 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前期敖包吸这个石头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这个所以说,抱冰呢,其实相当于前,第二个兵相当于白嫖的 这边,Top看操作失误啊,直接呢,两个 两个,差点被点死两个 但是呢,双方,这个至少就做Top看,没有被贴到脸上啊 如果被贴到脸上就很麻烦啊,这个起到这里呢,其实勉强能够接受吧 就是说,大家也是注意一下,前期开局呢,多点一下栅栏,他会见不下去吧 然后呢,这边这个红色这个选手啊,用农民啊,闹到后面来想造塔啊 然后呢,也被逮到,被这个双刹逮到,那么这边 这个进攻也失败啊,这个前,不能说前期的这个塔爆的这个骚扰呢 呃,确实还得带上很多兵啊,这个也是劳民伤财的件事情 但是呢,对这个,就算是这样的Mittal也不能 呃,掉以轻心啊,毕竟呢,对方是all in流啊,这个 这个蒙古的这个TC一旦一起来,你看,他射程又长,对吧 他先把,他打不到你城中心,他把你塔也打掉啊 那你也没什么办法的办法 而且呢,随着他敖包爆兵爆起来,哎,这边直接戳死对方的函 但是呢,叉叉比数量差有差距啊 这个蒙古的叉叉毕竟是两个爆啊,两个两个爆 那这边被迫是起一个塔,把这个地方给守住啊 不然的话,对方如果在这里起塔的话,他待会再补一座塔,有可能就可以打到你的木头了 所以,必须在这里起个塔,把对方给挡住 那么这边的话,TOP看 撤退啊,撤退 那么我看一下Metal这边的经济啊 Metal这边的话,因为一直在造农民,要造兵,来抵抗,还要造塔啊 其实经济也是很差的 因为一般来说的话,前期,你如果六七个农民,其实基本就,经济就够了 但是呢,这把,你看呢,因为要出兵,还要很多农民伐木啊 所以说整个经济都已经有点变态,就是这个畸形的 这边呢,起了两个蒙古包啊,起了两个蒙古包 这个两个蒙古,这个蒙古包,说实话,我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他是不是以为,啊,起了个牧场啊,那这就没问题了 这个牧场的话,也是帝国,而且是这个蒙古的一个特色,对吧 蒙古的特色,吃羊啊,他每六十秒,每两分钟会产生一个羊 这个牧场,牧场是比较厉害的,因为蒙古是不能种田的 所以前期搞一个牧场,然后呢,反复的出羊,出羊也有好处啊 出羊的话呢,他,他的经济比较集中,对吧 首先呢,这个羊很,其实呢,吃起来也并没有那么快啊 然后的话,所有农民可以在一起吃羊 这边三个农民出发,直接呢,直指对方的经济 那边,这个城,这个小塔要被打掉了 然后,另一边啊,这个Top看呢,你看到这个蒙古包的优势就在这里啊 蒙古包呢,我可以随时调整我的精致状态 比如说我需要,我就起来这里起个牧场,对吧 我要伐木就伐点木,我要这个采羊就采点羊啊,所以说,呃,然后就是可以 一个蒙古包通吃两种支援,很爽 我感觉这边的话呢,其实Top看呢,其实作为一个TCRush的绝火葛啊,其实他的在操作上面的话呢,并没有那么的完美 所以的话呢,他的前期有点送兵啊,但是呢,这个不得不说啊,这个如果是,就是因为这个战术太强啊 所以说,呃,他已经又一座塔攻击这个位置,让他丢失了一块黄金了 MITO这边呢,在升级二本啊,这个现在是骑兵学校啊,但是说实话呀,因为骑兵学校这个单位啊,其实怎么说呢 还是比较昂贵的啊,就他出的这个金马还是比较昂贵的,看看他待会儿这个金马应该是直接冲出去打对方家里啊 这个TCRush,不管是打,呃,不管是打这个叫什么 不管是打这个,呃,帝国二帝国四,最重要的还是要手,就打对方家啊,因为成人中心到前线了,那家里就空去啊 这边,呃,这个MITO呢,手上的兵力呢,并不是很多 这蒙古多出了一波兵啊,所以呢,这个七塔没有起来,然后呢,赶紧把兵拉回来,把这个波对方的长枪兵给 驱赶走啊,所以说,帝国四呢,这里也是有意思啊,有些民族的话呢,他会让你黑暗时代就可以开始开战啊 这个也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啊,因为帝国二的话呢,他最上的黑暗时代呢 就,其实呢,是没什么用的,除了是三个民兵之外,除了几个民兵之外,没什么用,一般都是用来给空间时代过度用 而帝国四的话呢,他有的是,不管,除了蒙古这个是 啊,这个,这个蒙古这个国家是比较特殊啊,就是这个黑暗时代可以快攻,其他民族的话呢,他 就是如果你要上封建,你可以很快就上了封建啊,所以说黑暗时代的话呢,没有那么 就是黑暗时代很快就可以过去啊 这边,这个上了封建出奇兵啊,出一个,现在也出不起这个金马,因为他的黄金被控制住了,只能出肉马啊 这个奇兵学校里面出的这个肉马的话呢,是移动速度比较快的 那么顺便讲一下这个地图的话呢,还是好像是一个比赛地图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呢,我觉得还是很有帝国时代,或者说很有古代的这个风格的啊 这个地图相当于就是一个森林啊,就是一个稀疏的森林,不像黑森林那种很密的 它就是一个,就是慢慢的这个,就是所有这个森林都是可以漏漏过去的,但是呢 然后呢,那个老加列是一块空地啊,大概是这样一个地方 这个地图呢,还是我觉得还是挺,设计挺好的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有些从树林的后面是看不到的,对吧 所以呢,就是更加的提升了这个,你看这里比如说树林的后面会被视这个视野遮挡啊,所以说 其实呢还是挺有意思的,那么这边偷不看,找了个机会啊,找了个机会,不知道是 对方失误还是怎么样,抓到了个机会,把成人中心起到了他脸上啊 那这样一搞的话呢,呃,这个就麻烦了啊,这个 这个,这下,这下的这个成人中心底下是要不了了 这也是一个突变,不然的话呢,刚已经上三,那上二的话呢 其实是很好,好打很多的啊,结果的话呢,这样一搞呢,就有点不好弄了 这边蒙古呢,还在孜孜不逊的出长枪兵,而且呢,因为对方出了这个,到了二嘛,所以出骑兵 所以呢,这个,TOPCAN呢,把家里的这个农民啊,全部搬家啊,有一些 首先呢,家里这个地方是不要了,然后呢,蒙古包搬到这里来采果子 然后呢,很多农民呢,全部聚集在这个地图的这个这个位置啊,就是说是靠前线这个位置 那这样子的一来呢,虽然说还在一本啊,但是呢 还是能够可以熬,还可以拼过去的,还可以拼一拼啊 这边呢,他在这里再起一个哨站啊 所以这把是很有蒙古特点的一把,对吧 蒙古的话就是这样的啊,四海为家的 这个,家里不要了啊,家里的这个当城堡用啊,这个成人中心 然后,反正你拿他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你像这种时候,你说你能,你升到二本,你出一个,你想什么,起一个铁匠铺 然后呢,出,然后步兵再造冲车,根本没有这个经济,你看到没有 木头很少啊,然后呢,你还要匹匹运服对方不停的出叉叉跟你消耗 所以呢,这个出冲车呢,除非是你第一步就把人挡住了 否则的话还是很困难 那么这个城城中心一起啊,这个,米头连出农民就不好出,都不好出了啊 他出一个农民呢,他调不放在城中心里面 他一出去就会被这个城中心给射死啊,所以说 呃,这时候就体现出要升这个,这个的科技的重要性,对吧 升这个科技还是比较重要的,对吧 那这边的话呢,他也是在塔里面住了一些这个,长毛兵啊 放保身放剑,而且是一个连环的塔 可以说这个选手呢,打这个,打这个帝国二塔报应该是很有心得的 那么你看,他在地球上面起了很多的哨所啊,保护他自己的经济区 然后呢,这个城中心呢,在前面当最大的,当一个钳制的城堡用啊 所以在这个整个来说呢,呃,就是很有信息 就是说这个蒙古快攻啊,TOPKAN基本上是蒙古快攻第一人,对吧 他打的分数比较高 已经是做到非常的好了,现在的话呢,TOPKAN只需要 在,呃,他可以已经开始升二本了,他现在这个是陆时啊 陆时的话呢,相当于一个给一个附近加一个移动速度的光环啊,这个还行呢 不算是特别厉害,就蒙古的两个这个,两个都不怎么亮啊,两个这个 两个地标都不特别好啊,所以说陆时也算是比较好的一个 我看一下,科技术里面他另外一个是啥呢,别忘了 是啊,银制术啊,银制术当市场用啊,我觉得银制术好一点吧 陆时,只能加一个驿站的作用啊,有什么用呢 不如经济能调配一下,我觉得会好一点啊 如果他能进去调配一下,他可以换点黄金,把这个叉叉个兵给升级一下 然后再升级下叉叉变,然后甚至是铁匠铺出充车,有可能就可以把对方给带走啊 但是但是我就,我不明白他起路时 加这个战士点移动速度有什么效果,有什么意义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败笔的 这边呢,还有一个韩作为一个远程兵啊,那么这时候呢 密头呢,已经有了一对肉马加上一对二级的叉叉 二级的叉叉,然后呢,手上还有两个骑兵啊,他应该是跑到远处去挖黄金了,威胁不到的后方 你看这边的话,农民还是不敢出来啊,出来一个很容易被死啊,只能,你看这边,这边很危险啊,还好他已经升级好了这个纺织品啊 所以的话呢,每次放出来的时候还差一点血跑掉了,不然的话是放不出来的 这边呢,他是用这个路时啊,给他加移动速度加成啊,这个范围可能还蛮大的啊,这么大啊,看到没,这么大,范围确实挺大的 然后呢,他加,他前线有些塔,可以把这个范围呢,给一直拉大啊,你看这里,这里还是范围啊 然后这里才,这里才消失啊 那么他还可以用这个路时呢,拉他走可以加移速啊,那就是有点厉害啊,这也确实是个理解,对吧 他,他走哪里,这个路时跟在哪里啊,这个倒是,这个倒是一个好思路啊 就是相当于一个移动加移动速度的一个,一个buff,一个buff的东西啊 这个并,这个他建筑本身并没有什么效率啊,就没有什么用啊 但是呢,他跟在后面倒是,倒是个跟屁虫一样的效果 那这一边的话呢,这个,我觉得这波攻击呢,也是有点莽撞啊 虽然长江兵也升到了二级,但是呢,这一波攻击导致自己家里呢,是没有了啊 就是自己家里的农民被杀了一波 前线的话呢,跟对方对拼,好像呢,也看不到什么优势啊 这样的话呢,Top看好像也是没什么办法 而且呢,这个工人在这里起了,还起了个塔,起了个塔的话呢 在配合上这些XX拼死防守,好像是没有什么打下来的机会 而这一波拉扯的话,直接把这个,Top看的这波农民给打死了 那这样子一来的话呢,这种游牧式的打法,感觉就已经走到尽头了 这边呢,被打跑 如果这个能加攻击速度,这把就绝杀了,可惜不能了 这边呢,还想跟对方纠缠啊,但是这个时候呢,法国已经有前出靶场兵了 已经可以出攻击手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男生只要不停的跑,保持跑路啊 然后呢,用这些兵把对方消灭掉 对方的话呢,经济已经是明显跟不上了 他食物倒挺多,木材跟不上 因为木材的农民被打,把打打的出不来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已经是没有办法 所以呢,这把的话,我个人感觉啊,这个Top看呢 起路时,我感觉不如起市场啊 因为你经济本身就不太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还是出 出市场能交易一下会好一点啊 然后直接就是配合出工程武器all in 是不是会有更好的效果呢 这个我也不得而知吧 只能说呢,是 只能说这个确实 呃,还是有一点这个 呃,遗憾在里面呢 他的阻力已经被全奸了 基本上啊 那这时候呢,其实就没有办法了,投降了 所以这一局的话呢,是一个 这个PCRush啊,我个人感觉TCRush这个打法还是比较畸形的 就是说呢,肯定是会被削弱的 所以那我们只是在目前看一下这个打法的话呢 呃,有什么 就是他有什么利弊啊 打的确实也是挺有意思的吧 作为一个,一位一啊 就是作为一个一位一啊,黑暗时代能打成这样啊,确实是比较罕尽的 但是呢,毕竟还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打法 我们看一下MITO这个,他刚才他这一把的一个数据啊,每次都需要跳出去之后再进来啊 很烦呢 这边数据 在军事上面尖敌啊,反而是少啊,因为城中心起了大,立了大功啊 但是,然后呢,最大军队规模其实也是TOPCAN领先的 但是呢,MITO呢,用很多塔 在后方的话,保证了这个自己的实力啊 而且这张图呢,也是对TOPMITO有好处的 这张图呢,后方呢 是森林啊,所以说 城镇中心呢,是没办法从,就是绕后的 就是没办法再换个地方跑的 呃,换个地方,那个那个就是搞,搞,再搞他一波啊 如果呢,能够再去他后方再把这个城镇中心架起来 我感觉MITO也是吃不消的 你看这个军队其实已经被拉开来了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采集资源 采集资源上面的话呢,MITO肯定是领先的啊 但是呢,其实也没有拉开 尤其是木材,领先了很多啊,实物倒是还好 所以的话,这把就是这种绝活啊 我觉得,要是TOPCAN换一个 再开阔一点的地形,就没这么多树的地形 有可能这把还有可能会再打一会儿啊 赢不赢不知道,这场是再打一会儿 所以说呢,这一局呢,还是很有意思了 也算是一个应对这个 这种快攻的一个教学啊 就是开局的话呢,多派几个农民伐母 然后呢,多建几个这个栅栏 防至少防止第一波对方的城镇中心 起在你的脸上,让你的农民都出不来啊 然后后面的话,再大量的爆叉叉加塔 防止对方的这个,对方的这种快攻啊 然后呢,上城,然后呢,上封建之后呢 出一些骑兵,把对方的这个家里搞一搞 对吧,然后呢,就当这个正常的打了 然后呢,对方来讲